一幅的逻辑基本上就是三种 所以以后反正你就 这三种其实就够用了 基本上用来用去大概就这三种 所以你把这三种 大概记熟 以后就把这三种拿来应用 那所谓的第一种 第一种的话就是 我们刚刚用的这个成绩的部分 一幅 假设你今天没有else 这个是一重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为处的时候他才处理 那没有反思 就一重的 OK这是第一种逻辑判断 这个是最简单的 那可是问题 如果你这样输出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假设这样输出的话 变成只有合格 没有不合格 所以特别说 如果说你要两重的话 就是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再加上个else else的话就会有第二重逻辑 就是反之的意思 所以一重只会判断为处的时候 就是那个条件 OK这个是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为处 为处的话就是为真的 其实我们用中文来讲 就是为这个条件为真 那就会跑什么 跑这个底下这个逻辑 的这个叙述 OK就是把这个合格怎么样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合格这两个字 丢到这个储存格 OK 那反之就是丢这一个 所以这个是两重逻辑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多重 所以这个当然执行的话 就会有不合格出现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多重的话 OK 所以多重的话 就是ABCD 类似像这样子 如果我今天希望有A 到D的这种多重的叙述的话 特别趣 那我要怎么做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一样 第一个 跟前面一样 先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 那你就是输入多 呃 成绩多重 这是第一种方法 不过我是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想偷懒的话 其实我是怎么怎么来的 直接干脆把这个成绩 有没有 这个叙述怎么样 拿来复制 复制之后呢 把它贴上 那后面加一个多重 因为他的SOP名称 在一个模组里面 是不能够有相同的名称 OK 所以一定是 你要把它改一个名称 假设我这个名称叫什么 成绩 后面补两个字 叫多重 OK 类似像这样 OK 成绩多重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这边就不是A 不是合格不合格 而是当这个条件为 大于等于80的时候 OK 所以第一个 修改 最上面的那个分数逻辑 80 如果第一个条件 那怎么改 当然输出 因为这个成绩的话 这个就改成A 那再来就是70 再来就是60 再来就是除此之外 所以逻辑怎么改 特别之后 关键在这里 先按个Enter 然后back一下 然后打一个L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打完L之后 请你把这边的程式怎么样 整个复制 复制的话呢 是拖拉之后再加一个Ctrl键 这样子啊 应该 因为写程式可以很轻松 像你会发现按Ctrl键 很快就整个下来了 所以你会写 写的快 其实程式一下就产生了 马上就可以把一件事处理完 它就自动就帮你跑完了 不会的话 你就慢慢在那边弄 当然 OK 第一个 我刚刚做的先打一个L10 然后把上面丢过来 然后这边改成70 这边改成B 再来 这个再来60的话 其实不用 你应该按个Enter 然后back到前面 把这一段 这一段 Ctrl键按住 这边改成60 这边改成C 这边改成D 好了 完成 OK 应该之后我在做什么 所以以后多重 那L10一符能够有几个 不限制 你就是反正几重 你就一直L10一符 L10一符 一直往下没关系 所以你有大量的多重都没关系 看你要有几重 做法上 就是我刚刚做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找一些多重的 那个相关的练习范例 反正多演练几遍 这些东西 就会牢牢的记到你的脑袋里 反正以后你就可以很轻易的去 把一个你要做的结果给做出来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我关键 其实就是怎样 这个改80 这个改A 改完之后呢 我只有先打一个L10 把上面这一串 复制贴过来 修改成绩 跟我的输出结果 再改一个 这个部分实际上跟上面是一样的 那这个L10就除此之外 所以它的逻辑基本上就是 一幅后面就是首先 其实如果说用那种 以前撰写论说文那个 一样嘛 就首先 其次 再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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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再其次嘛 然后最后就是除此之外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跟那个 写作逻辑也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一个 比较 有逻辑性的结构 所以你把这个结构给写出来 就完成 另外当然 在VBA里面 如果你要处理多重逻辑的话 其实还有一种 这个陈述的方法 叫做Select Case Select Case 如果有写过以前 写过VBA的同学 或Basic的同学 那那个Select Case 也是可以处理多重逻辑 不过 它处理完 其实结果跟这个一模一样 那后来我想说 两个都一样 那为什么要学两个 所以后来我Select Case 基本上 我基本上就比较少讲 它不是 不过一般书籍里面 都还会讲到Select Case Select 什么 也是后面可以有个条件 Case 哪一种Case